Hello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好时 作为一个讲剧情的主播 当我得知逃生出新作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兴奋 但是我一看 这他喵是一款多人联机游戏 哎 你还是逃生吗 像逃生这种纯纯的恐怖游戏 居然出了个多人联机的新作 那再恐怖的游戏 一旦你有了队友 哪怕他是个猪队友 恐怖系数肯定就直接降为零了 这款游戏叫做逃生试炼 本来我都打算放弃了 因为一款多人联机游戏 它又有什么剧情可讲呢 但后来一看 大家对这款游戏的评价非常非常好 到底是怎样的一款恐怖多人联机游戏 还能做到好评如潮呢 为了满足我自己的好奇心 于是我花了108块钱 购入了一张进入逃生世界的门票 故事发生在美苏冷战时期 但是美苏冷战持续了差不多半个世纪 具体是哪个时间节点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当时已经有穆克夫这家公司了 穆克夫公司就是贯穿整个逃生系列的大反派公司 你若是想要了解逃生系列剧情的话 不巧 逃生一 逃生告密者 逃生二 我之前全都讲过 而且我认为这个系列我讲的非常好 欢迎大家待会在我的频道搜搜看 玩家在逃生试炼中扮演的是一个流浪汉 某天一阵风把一张传单刮到了流浪汉的手里 上面写着 你迷失了吗 你孤独吗 你贫穷吗 你困惑吗 来加入我们吧 无论你适合性别种毒 有什么宗教信仰或者社会地位 穆克夫公司慈善会展中心欢迎你 让我们用科学的手段来帮你找到你的价值 于是这个流浪汉就心动了 一溜压就跑到慈善会展中心报道去了 结果这哪是什么慈善会呀 穆克夫就是在给自己的实验找小白鼠 他把目标盯在那些弱势群体人的身上 因为没有人会在意这些人的死活 于是流浪汉就被人给拔翻了 被人套上头套 凶残对待 然后又被推进了一间手术室 只见手术室那几个医生 正在用科学的手段帮其他人找人生的价值 流浪汉瞬间被这种科学的手段 给吓得哇哇大叫 紧接着俩医生把一个夜视仪 给安装到了流浪汉的脑袋上 安装方法就是直接用俩膨胀螺丝 钉在脑袋上 不过好歹这次在做手术之前 这个女医生还给流浪汉打了个麻药 就凭这一点确实还挺科学的 不像逃生医里那个半吊子医生 给主角做外科手术时都不知道给人打个麻药 接下来就是捏脸环节了 我们这个流浪汉到底长啥样呢 由于不能细条数据 只能用游戏给的这几种固定搭配 总而言之 颜值都不是很高 这里可以看到主角胸前还背了一块电池 它就是给夜视仪供电用的 夜视仪在逃生整个系列里面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道具 但是它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非常耗电的玩意儿 动不动就没电了 而本作我们背着这么大的一块大电瓶 那夜视仪的续航时间会不会长点呢 哼 想啥呢 那个年代锂电池还没有商用呢 电池的容量都很低的 这个大电瓶的容量 其实也就跟一节小小的5号电池没啥区别 正是进入游戏后 玩家会先玩一个序章 相当于是叫成关卡 那本游戏是需要全程联网才能玩的 好在网络还是非常稳定的 直接裸联就丝毫感觉不到延迟 而且游戏优化做得非常非常好 可以说是纵向丝滑 当然游戏的画面就一言难尽了 感觉也就比十年前的逃生1稍微好一点吧 就这个画面品质如果再做不到丝滑的话 那玩家不得骂娘啊 通过叫成关卡后 流浪汉就会来到穆克夫设施中心 这里有很多房间 但说白了其实就是牢房 流浪汉自死之后就失去自由了 玩家将扮演他不停的接受挑战任务 然后乘坐班列前往不同的地图去完成任务 游戏支持1到4人游玩 我个人是不太建议大家一个人玩的哈 除非你想体验恐怖的感觉 虽然玩家数量越少游戏难度就会越低 但如果你只是一个人玩的话 你倒地连个救你的人都没有 反而难度会增大不少 但凡有一个队友 你在倒地的时候 人家最起码还能救你一下 哪怕没救起死了 这时候我们就会变成观战视角 但是场景中还提供了一种起死回生注射剂 就玩家都已经变成观战视角的情况下 居然还能被救活 而且注射剂数量还不少 很容易就能找到 可见这款游戏对多人游玩时 给的容错度要高得多得多 所以我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多人游玩 那么本游戏匹配队友的速度快吗 就是玩的人多吗 我就这么说吧 目前任何时间点 我几乎都是秒匹配到玩家 哪怕是深夜 只不过现在绝大多数玩家 对新手特别没有耐心 当一个新手匹配到队友之后 别人进来一看 你才一级 全都退完了 谁都不想带新手 因为这款游戏的难度还是挺高的 玩家要有很多意识 比如根据音效来判断周围 是不是来敌人 每种敌人所发出的声音 还不太一样 再根据自己的心跳声 来判断我们是否脱离了敌人的追击 或者是敌人是否看见了我们 另外像有些门是有陷阱的 地上是有地雷的 还有会发出响声的碎片和瓶瓶罐罐 这些是会把敌人给吸引过来的 新手玩家是完全没有这个意识的 往往只会横冲直撞乱惹麻烦 所以谁会愿意带个拖油瓶呢 就我的体验来讲 这款游戏是有着较高的上手门槛的 地图数量虽然不多 但是每张地图都设计的非常复杂 以至于我在开了十几把之后 还是记不下来地形 就只会瞎跑 不过我是属于运气比较好的那类人 我队友多呀 有人愿意手把手带着我玩呀 这样我就能比别人更轻松的上手 但如果没有人带着性子带着你的话 这款游戏的体验对你来说 可能将会是一塌糊涂 低等级玩家匹配队友都是问题 通常那就只能自己开开局试试呗 然后你就会来到一张大地图上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连自己要干啥都不知道 因为咱们之前玩的逃生系列 都是线性过关游戏 但这款游戏变成了一款小沙盘游戏 之前的游戏真的就是让玩家不停地逃跑逃跑逃跑 而这款游戏玩家是带着任务来到一个沙盘上 我们是要来完成任务的 只不过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会有一些敌人出现 老是来攻击我们 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敌人的攻击 同时还要干这事干那事 而不是纯粹地躲避敌人的追击 逃出去就行了 这些对于新手玩家来讲 我们可能上来就迷路了 然后在黑骑马屋的地方还把电池给耗光了 也没有找到任何补给品 就上来啥都没干呢 就已经把自己给耗死了 反正我自己在玩的时候 我就是这种感觉 这游戏咋玩啊 任务提示给的也不是很明确 我们要在这么大一张地图里慢慢找东西 而且很多场景都是非常黑的 肯定要开夜视仪 但夜视仪的电量又耗得很快 对于新手来讲简直无解呀 有如此之高门槛的游戏 这些技能还能多次升级 体数技能是比如可以学滑铲 比如队友被敌人攻击的时候 你可以上去把敌人踢开等等 所有的技能都是玩家在升级时 给的技能点去慢慢升的 妥妥的网游套路 不过这确实大大增加了游戏的寿命 但坏处就是低等级新手玩家的游戏体验感 我觉得很不好 一级玩家你基本上就别想匹配到人 就算匹配到了 那对方肯定也是个一级小白 你们就等着被团灭吧 或者你可以刚开始的时候 就把它当成个单机游戏自己玩 反正新手不管选择啥任务 都非常非常难通关 闭环了呀 假人们 我个人觉得第一张图的第一个任务 就特别困难了 如果序章教程关卡的难度系数是1的话 那第一个正式任务的难度系数 就是100 相当于上课的时候 老师给你讲的是 1加1等于2 2加2等于4 但到了考试的时候 发的卷子却是 83,624加4856 加17,522等于多少 你就说有多坑吧 然后呢 这款游戏升级 我觉得也挺慢的 可能是因为我老是跟着混 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啥 我能自保都不错了 而且往往我还会给队友添麻烦 所以通关之后 我得到的评价通常就不太高 那我能拿的经验就会非常少 那自然升级就会非常缓慢 但这好歹还能让我慢慢的熬过新手阶段 如果是一个没有朋友的新手玩家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会不停的失败失败再失败 当然失败也会给一丢丢经验 但是这一上来的体验也太差了吧 我个人建议大家干脆直接绕开第一个任务 去做第二个或第三个任务 难度反而稍微还低一些 如果你是一个对游戏有较高耐心的玩家 你愿意慢慢的熬过新手阶段的话 当你的等级来到三级以上时 你匹配到的玩家兴许就会愿意带着你玩 那你的体验感就会稍微好一丢丢 随着你的等级变得越来越高 慢慢你的游戏体验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你就看那些高等级玩家嘛 他们在那忙活来忙活去的 一会儿完成一个阶段任务 一会儿又完成一个阶段任务 他们在面对敌人时处理的可以说是游刃有余 人家那才叫玩游戏嘛 那才叫享受游戏嘛 不过我觉得由于本作玩家在面对敌人时 也不是毫无还手之力 随着等级的提升 我们也能给敌人带去一些麻烦 使这款游戏完完全全丧失了恐怖的元素 所以这款游戏叫逃生 是不是有点名不自实了 哪儿逃生了呀 那你听我说了这么多游戏的不好 是不是就有点不太想买这款游戏了呢 先别着急哈 我没有说这款游戏不好玩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这款游戏的门槛较高而已 如果你只是看了别人的评价 哇 好评如潮 然后你也跟着买了 然后你玩了一两个小时 然后你肯定会骂一句 什么狗屁玩意儿 是那么退钱 绝大多数人肯定是这样的 如果你盲目购入这款游戏的话 你大概率会着急忙慌的退款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 门槛越高的游戏 往往耐玩度也会越高 只不过你不一定能平顺上手 另外这款游戏其实不是毫无剧情可言哈 在场景中我们可以慢慢收集到一些证据啊 新闻等等一些文字和照片资料 当然若想收集齐的话 那必须是长期游玩才能慢慢集齐的 就我现在收集到的一些资料里面提到了许多跟中国相关的事情 穆克夫这家在逃生世界里臭名昭著的大反派公司居然曾经向蒋介石提供过援助 因为当年蒋介石带领国民党退守到台湾之后一度是想要反攻大陆的 穆克夫就是在这个时候对他进行了援助 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 国民党最终没有去执行这项计划 我觉得这样的剧情安排是不是有点讨好中国人的意思 你想啊 穆克夫可是个大反派企业啊 他在游戏里干了多少 那简直不是人干的事啊 嘿 就是这样一家令人唾弃的公司居然跟蒋介石有来往 那这说明了什么呢 会不会是他曾经想要反攻大陆的时候也想要无所不用其极呢 当然剧情全貌我现在还不太了解 我也不好下定论啊 只是我会觉得无论现实中的谁跟穆克夫有勾结 那肯定就是要抹黑谁嘛 而Red Barrels就是制作这款游戏的公司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安排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逃生这个系列在中国的销量非常好的缘故吧 你看本作游戏汉化做的也是非常到位的吧 而且一款在Steam平台发售的多人联机游戏 有哪款游戏能做到裸联还能有如此之低的延迟呢 就算是绝地求生曾经在国内都火成啥样了 请问你能裸联吗 而这款游戏我感觉我简直就是在玩国服 那不管Red Barrels是不是在故意照顾中国玩家的情绪 它至少照顾到了中国玩家的游戏体验 就冲这一点我觉得这108块钱花的不圆 评测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接下来的内容只有油管这一个平台的观众能看到 我想对油管的同学们多说几句 前一段时间我刚刚突破了20万粉丝大关 这些年来我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厚爱 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发现无论我跟大家聊什么样的话题 讲哪款游戏也好讲哪部电影也罢 有时候我也会向大家吐槽吐槽我自己的际遇 就往往会有一些观众硬要往政治那个方面去扯 尤其是今天我还提到了蒋介石 我相信评论区一定会有人往政治方面去扯的 可能对于你来讲政治是一件拥有娱乐属性的东西 但对于我来讲政治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东西 是我轻易不愿意跟别人去谈论的事情 同时也是我不怎么关心的事情 在我看来我们这儿喜欢谈论政治的往往就是两类人 一是权力的顶层是能左右政策的人 二是社会的底层只能随波逐流的人 我经常在出租车上听到司机师傅对各种政策侃侃而谈 肆意的向外人炫耀自己那浅薄的认知 有一些喜欢聊政治的大陆观众 你翻墙来到外网难道就是为了干这事来的 我觉得你冒着风险创造出了一个能够跟外界接触的窗口 你应该珍惜这个窗口 你应该抱着一个平和的心态 因为你能看到更多的东西 所以你就多看多听多增长自己的见识 以便让自己变得更加平和 这才是目的吧 而不是让自己变得更加暴躁到处跟别人抬杠 你可以想想看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 比如去旅行看遍世间的大山大海 比如有一个虔诚的信仰 比如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等等等等 做这些事情不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内心的平静吗 让我们能常常处在一个舒适安逸的状态吗 你做一件事情你最起码考虑考虑 这件事的后果是会让自己开心呢 还是会让自己生气呢 像翻墙上外网这种行为 我认为应该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的才对吧 那咱就别老是做点容易让自己不开心的事出来好吧 我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几乎不会发脾气 且情绪控制的很好的人 这是我自己的修为 而提升自己修为的方法有两个 一是尽量不要去做那些可能会让自己不受控的事情出来 二是尽量远离情绪不受控的人 脾气差的人 所以咱以后就尽量少抬杠 少扯政治 少让自己生气呗 至于之前有人说起过 我上外网不也是违法的吗 不好意思 我是签的有公司的呀 这是公司的海外业务呀 这是我的正常业务范围呀 就像一个出国出差或者旅行的人 他身在国外 上当地的互联网算不算违法呢 我的工作性质跟这种是比较相似的 跟别人偷偷摸摸的翻墙 那能一样吗 另外我也想对海峡对岸的观众说几句 我频道的观众有30%多都是来自台湾的 这是最庞大的一个群体了 其他的地方都是百分之几 顶多百分之十几 我非常欣慰 能有这么多的台湾的朋友 愿意听我在这讲话 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那真的是全民都喜欢聊政治吗 还是说你们那边跟我们这边一样 也是只有那两种群体爱聊政治呢 难道大陆人跟台湾人见面 除了政治就没有别的话题可聊了吗 我也不知道两岸的关系将来会走到何种境地 但是我是一个迫切希望两岸关系 能够赶紧和睦起来的人 因为政治对于我来讲太遥远了 我根本就够不着 甚至我都不是太愿意去关心这件事 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只是一个特别想去台湾玩玩看看的普通人 如果可以的话 甚至我可能还会想长期就住在那了 但就目前两岸的这种关系 令我无法去做这件事 就是政治耽误了我想做的事情 我才不得已关注了他一下而已 否则的话 我为啥要操心这件事呢 一个人关不关心政治 跟他爱不爱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那我之所以想去台湾生活 也不是因为那边的政治环境更好 那边的言论更自由 而是因为台湾是一个 有山有海 有各种各样的美食 有形形色色的美女 而且还能随便骑摩托车的地方 放眼整个大陆 有哪个省或者哪座城 能同时具备这些元素呢 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的也就是重庆了 但是重庆没有海 其他的倒是都有 美食美女也都非常赞 而且还能自由自在的骑摩托 周边的美景也是数不胜数 唯独就是不能看海玩海 还挺遗憾的 可能接下来我会去重庆生活 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因为我去不了台湾 那我之所以想要离开我的故乡 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出生的地方 未必非得是他老去的地方 而恰好我的生产技能 又没有绑定在我故乡这座城市 那既然我可以想去哪生活 就去哪生活 我干嘛不选择一座我喜欢的城市呢 择一城中老嘛 趁自己年轻的时候 多去一些地方逛逛 那才有可能会让自己 遇到一个心仪的地方 对吧 如果一个人能居住在他喜欢的地方 而且身边还能有一个 他喜欢的人作伴 那人生简直不要太幸福了 我要是能过上那样的生活 政治 我看他一眼都算我输 我一定不会去关心我够不到的事情 我一定会少做一些我左右不了的事情 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尽量把它用在如何过好自己的人生上 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 那都是其次 我只是一个游戏主播 是一个偏娱乐性质的主播 大家来看我的视频 不也都是为了图个开心吗 为什么在一个游戏主播的评论区 总能看到一些与政治政策地区相关的评论呢 这世界上真的有哪个地方是绝对公平的吗 我吐槽我遇到的一些人或事 那这些情况在别的地方就遇不到了吗 当然整体而言 油管的评论区氛围是非常非常好的 只是偶尔会有那么寥寥几条 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心情的评论 我作为一个老自媒体人 我当然知道这些肯定是无法避免的 如何评论是别人的自由 而自由意志又是我最崇高的价值观 我用我的人格担保 我从来没有删除过任何人的任何一条评论 因为无论对方说什么 我都尊重他说话的权利 今天我把我的想法讲出来 是希望把大家导向一个更加平和的状态 从而把我的评论区也导向一个更加平和的状态 我能把这个频道经营到20万粉丝挺不容易的 油管上20万粉丝的含金量 那别的视频平台可能100万粉丝 200万粉丝都比不了 有哪个平台你有200万粉丝 但你不接广告的话 那那个平台还能养护得了你呢 应该没有吧 但油管20万粉丝就能养护得了我了 而且是在我不接广告 没有打赏纯粹只做内容的情况下 油管涨粉是很缓慢的 但是每一个粉丝的价值都很高 只能说我非常非常的幸运 能够得到这么多小伙伴的认可 感谢大家关注好事 接下来我会更加努力呈现出更多有趣的节目